主要是我收到一個簡訊 國際按下去 希望我今天去 不是坐在這邊是在本宮 這邊就是說來抗議 磁器辦要在這邊這個開發案 但是我想的是事實上 我這是第一次參與 因為我覺得我要先來了解 到底磁器在這個開發案 整個計畫到底是不是 什麼樣子的計畫 事實上我大概第一次聽了這樣 我自己的感覺是 磁器是在這個社會上 大家公認在環保上面 或者社會公益都做得相當好 是沒有飯生 那我也相信就剛剛有 有些人講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相信這個開發案 只會讓這個地方更好 絕對不會讓它更快 因為這麼多人在監督 那但是我是覺得 除了這個環保之外 還有剛剛就是說 這個地方開發完之後 對一些社會公益 對周遭的這些 不管是環境還是居民 一定會有一些好處在 但是我覺得 但是重點是在 我也聽了剛剛反對 反對的這些意見 我覺得最主要是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 可以由那個保護區 可以變更 那大家其實就是從 從國防經濟 甚至就是說 環評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一直在記 如果說這個地方 大家覺得對環境影響沒有 不會造成什麼衝擊 那其實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們實際在這方面 其實也是做得相當好 立一個高標準 好我們就接受環評 環評過大家就不會有意見 也不會這個議題一直拖一直拖 拖了這麼多年 我是覺得可不可以就是說 再立一個高標準 甚至一個社會點段就是說 OK我們就是 一切尊重 尊重法令來做 讓這個案子可以過去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比較浪漫的就是說 這邊的溝通 好像就是 慈濟跟內部這邊的居民 為什麼那個市政府 很多問題都是針對政府 政府這邊要來回答的 那我是覺得 是不是應該有政府 市政府的代表來回答一些問題 為什麼他們可以 可以到這個地方 可以做變更 那剛剛有人回答 那國防經濟環境的問題 是不是也要由 由那個市政府派代表來回答 這樣子溝通會比較有效 或者每次都只有 實際跟在地的居民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那就是我自己的一點意見 謝謝 謝謝你把握時間 我剛才分享還有三位 就是這位先生 小姐還有會長 那位黑帽子的先生 請說 各位鄉親大家好 這個我聽了這麼多的意見 我也深深感慨 我是第十代 應該我是最了解的 因為我也見了 我跟各位報告 內湖區 是從民國58年之前內湖鄉 然後變為內湖區 這個在變之前 本來就是都是保護區 然後整個內湖區呢 都是由保護區變為住宅區 變為住澳 或者住山 或者住山 或者住山河畔 或者是公寓區 都是一部